嘩真是頂你個肺 今次真的不說少少粗口都不行了 垃圾 簡直是垃圾 星期日一大清早在床上滾滾手機 就見到有新情報公開 浸下來日體 嘩搞錯呀 什麼設計來的這隻DK NO! GOD! PLEAS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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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瑋豐都市民大家好我是Mr.Man3423 今次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對新DK形態的看法 如果第一次瀏覽我的頻道的朋友 我頻道主要是分享玩具攝影的內容 同時也會分享一下好像今次這條影片的特攝相關的話題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話說DK和ZOO終於出了一些特別的番外篇 與其話是故意為他們而設的節目 倒不如話其實就是為了去捕蒙面超人今年的人氣問題 而存在的一套劇集 大家都知道因為SABER的效應不太好 所以明顯看到他也是想去增加一些話題性作品 就像之前街門的一些外傳 影片以及今次的GEO對DK之類的題目的影片 來吸引大家的觀眾去留意他們 哇但是今次東影你都不是這樣玩法 這麼噁心的設計你都可以出來的 整體設計來說 其實今次的空格 那些卡牌 其實跟之前的DK Final Form 都差不多了 這個呢 都已經沒得再怎樣救病了 擺明就是把NEO DK的品紅配色 隨便又想Complete form的素體上 再加一件斗篷 之後額頭 和身體 再貼多十幾張卡 那就算了 Oh my god 真是拿你命三次 但是呢最大問題的呢 是有三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 他條腰帶 但是 那麼大隻字死21 究竟為甚麼呢 我明白你是想表達 我們可以用21個拉打的力量 去紀念或者之前21個拉打 但是呀 你需要那麼大隻字死21在這裏 一些設計的概念和美感都沒有 如果21這個數字可以變成一些 Abstract的形態 其實是會比較好的 你看人家的Jero1 他就將0和1的概念 好好地變成一些圖形 融入了腰帶的圓形位 以及 Progress Key的形態 插進去就變成0和1 那麼簡單 而不失美態 但是反過來 你這次按明顯有21在這裏 哇你是做戰隊的設計嗎 就算戰隊也少了做這些Kai的設計 第二 就是你頭上 為甚麼要放Jero1的牌在上面呢 我明白 因為這次是因為 剛剛播完Jero1 所以就要放他的卡在頭上 但是呀 為甚麼要紀念Jero1呢 Jero1雖然就說是另和第一個拉打 但是 DK GO 都是去紀念 第十作 第二十作 那為甚麼要去紀念Jero1呢 這個真是令人廢解 賽者呀 雖然這次是蒙面超人50周年紀念 但是都跟這個設計 好像拉不上關係呀 還要多了張牌在額頭上面 令到他更加牙齒 連井上正大自己都笑他這個設計 完全是沒有邏輯的 之後下來每一年 這樣加上去 去到第三十幾四十年的時候 直接是可以變成 Saber 這樣一下砍在別人那裏 真的沒有人看 另外第三 就是他的斗篷 其實呢 有很多有斗篷的人 都是很有型的 在那麼多個拉打之中 就例如 Eternal 挺討好的 你看在旁邊的圓谷 人家幫他的超人陸兄弟 或者Jero 加一件這樣的斗篷 簡簡單單 那就幾好 為什麼你的斗篷 又要硬硬掛在肩膀那裏 拉下來 整塊擋布 再要貼了很多的卡在那裏 做一些不知什麼的效果 喂 大哥呀 玩具就這樣貼上去你都做得出 上次的Gate's Majesty 已經 被人救病了好久了 玩具錶就這樣貼在身上 就算是Grande Geo的設計 起碼人家都有點浮雕 你這樣的DK 還要貼在斗篷上 你上面的裝甲 起碼都有這樣的framework 去框住那些卡 起碼有些立體層次感 你的斗篷就這樣貼上去 就像人家幼稚園的 那些認字卡 唉我真的沒眼看了 有沒有必要把那些卡 全部貼在上面 去show off給人家看 你的卡還要零零丁丁 又不是什麼特別的卡 都不知貼來做什麼 唉真是東映的設計師 真麻煩你回去檢討一下 如果你沒有設計靈感 倒不如你學一下圓谷 做些半年翻 半年休息一下 回一下氣 起碼你下次再設計出來的東西 都不會那麼夠餅 大佬 你先看看你的對手圓谷 雖然人家經常借前輩力量 但起碼至少人家近年的設計 借力量之餘 都融合在一些新的形態之上 就例如經常講的 在歐布 Gito 甚至乎在近期的Zeto 雖然經常拿的都是 Jero的力量 Belial的力量 看都看慣了 裝甲的紋理 但至少人家 起碼嘗試是把這些元素 去融入一個新的素體上 等到它有些不同的特色 與其還說去救SABER的人氣 而出現 你這樣攪拌下去 真是不行 最後最後最後 麻煩東映 你看一下你今年的成績 SABER已經不是特別好 之後之前的海姆外傳 也不是特別之高人氣 今次打算搞一些Gimmick 帶你出這樣的貨給別人 你怎樣對得住你的客戶 你看在旁邊遠谷 今年的成績那麼好 你不是想被人這樣繼續踩下去的話 麻煩你加把勁 努力點 給點心機 去做一些好的設計出來吧 好